接下來要講的內容叫做天氣預測 這裡要教的沒有什麼內容 這裡要教的沒有什麼內容 但是考試這一段會喜歡考 為什麼 因為你馬上就會知道 我要做天氣預測 我必須要畫地面天氣圖 然後我把圖畫完之後 我就會問你一坨拉庫以前所學過的東西 高壓還低壓 上升還下沉 晴朗還是英語 風向怎麼吹 哪邊溫度高 哪邊溫度低 哪邊壓力大 哪邊壓力小 全部都是看圖就會知道的事 都是以前學過的事情 所以會喜歡問 我們基於我們生活的需要 我們希望能夠知道天氣是怎樣 明天要出去玩 我希望好天氣 然後呢現在要種田 這個時候需要下雨 這個時候希望不要下雨 我希望知道天氣的變化 古人沒有氣象學知識 古人沒有儀器 古人只能靠生活經驗 累積的生活經驗 幫助他們預測天氣的狀況 也因此留下一些 跟天氣預測有關係的俗語 這個立春是2月4號 新明是4月5號 就是春天的時候 告訴你 春天的天氣不穩定 一日落雨一日晴 一日落雨一日晴 春天的天氣不穩 這個是小時候念過什麼 十萬個為什麼 什麼科普師是講的 說什麼螞蟻搬家 蜻蜓低飛青蛙亂叫 表示快要下雨了 表示快要下雨了 所以呢 高雅搬家 表示大雨大黑要來啊 下一個是 台語跟國語都有的 上面的是台語 國語就是 未知五月種 破熬不可丟 沒有吃種子之前 冬天的大衣 破大衣不要丟掉 為什麼 因為天氣都還有可能會變了 所以未知五月種 破熬不可丟 再來 古人的生活經驗 所留下來的俗話 這個東西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它會受到地獄的限制 東北人的生活經驗 跟華南人的生活經驗是 不一樣的 所以它有地獄的限制 再來就是一些話 會以而傳而會亂七八糟 比如說 什麼颱風草有幾個折痕 就表示會有幾個颱風 基本上是胡說八道 完全沒有根據 所以這種根據生活經驗 所累積的東西 會受到地獄的不同 而會有所不同 還會有以而傳而問題 當然現在我們不是這樣做的 我們現在有所謂的科學知識 我們有儀器 幫我們收集資料 然後綜合研判 我們就可以幫我們預測天氣 包括天空狀況 雲量有多少 最高溫最低溫 明天會不會下雨 大概這樣子 我們有一些儀器來幫我們 我們就簡單的介紹一個 第一個呢 是最基本的東西叫做觀測瓶 各種觀測瓶 來幫我們收集 包括溫度的高低 包括蒸發 包括降雨 包括日照的情況 然後把這些資料送給氣象局 來幫我們畫出地面天氣土 就是觀測瓶 就是觀測瓶 這邊有一個最高的白夜香 那個白夜香會烤 所以它要吸成什麼顏色 所以它要朝向哪一方 因為它避免瓶色熱 所以要吸成什麼顏色 因為它要避免陽光直射 所以要朝向哪一方 然後就有兩天要溫跟最低溫 然後有所謂的溫度激 揚溫度的乾氣球 其實跟所謂的 師父有關 以後頭都會焦 那是一路連心的溫度 這是算蒸發的 然後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雨量器 幫我們測量雨量 給牠多遠 押板 一直建上 wanna 閃漂亮的開始 需要過 然後兩個字上 兩個字上 好這就是我們的所謂的觀測瓶的狀況 然後我就畫出了地面天氣圖 然後考試就畫這個 開始問你這個地方應該是高壓還是低壓 它會所需時鐘還是逆時鐘 上升還是下沉 晴朗還是英語 然後呢有封面 這什麼封面 哪邊溫度高哪邊溫度低 有等壓線 問你誰的壓力大 問你風向什麼什麼風 然後呢 諸如此類的 就可以考你 所以我們用地面天氣圖來考你一拖拉苦的東西 OK 然後我們有三種雲圖 有三種雲圖 來幫我們分析研判 我們去透過雷達氣象衛星 我們得到三種雲圖 第一種叫做可見光雲圖 可見光就叫做可見光嘛 你看我都叫做可見光 它通常是在看雲有多少 雲多還是雲少 看雲量的分佈的狀況 像這個就是一個可見光雲圖 可以幫我分析判斷一些事情 帶狀雲圖跟什麼有關 封面有關之類的 讓我們看到一些狀況 然後呢 還有一個叫做紅外線 測紅外線 紅外線雲圖 它通常看雲有多高 比較高的雲比較不會下雲 比較高的雲比較不會下雲 多高 紅外線雲圖有多一個好處 晚上可以拍 晚上沒有可見光 晚上沒有可見光 可是可以有派出紅外線雲圖 還有叫做雷達回波圖 雷達回波圖是要看水氣量 水氣的含量 然後呢 你這裡的水氣多 沒有百分百 但是你可以大致上篩 這裡的水氣多 所以它雨量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是納利颱風的紅外線雲圖 納利颱風的紅外線雲圖 好 它應該是沒顏色的 可是有人會把它弄上一些電腦的顏色 它看起來比較美麗大光一點 OK 它應該是沒顏色的 再來就是 回答回波圖 你通常在什麼時候會看到 像你翻箱圖出來 下過大雨之後 下過大雨之後 像你翻箱圖搬出來給你看 你看到紅紅的表示水氣多 你就可以猜 所以你的雨量會比較大一點 雨量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大家讓你猜一下雨量分布狀況 叫做雷達回波圖 所以就請你 一個我說過 百葉箱有人會考 七層什麼顏色 面朝哪一方 這我們以前都教過 地科教過 理化教過 然後呢 注意我們有三種雲圖 其中有一個叫做雷達回波圖 是幹嘛用的 是在測水氣量用的 是在量水氣用的 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觀測屏 介紹一下三種的雲圖 OK